感受这趟旅程带来的感官响宴,而曼波派则将主力集中在某些特别有感受的城镇,用时间换取,跟当地居民相处,深入接触每个在地文化所连与的美好时光,由于行程只有20天,两派截然不同。 同的形式作风,也让激进派决定脱队先行离开前往下个集合点,看激进派在移动过程中,独自面对解决问题,曼波派在小镇上享受当地人们生活,借逐渐依赖吉旅达人的领导及安排,眼看就要失去这趟梦,想吉旅的核心价值。 此时大魔王佑胜,立刻给予最新指令,要求背包菜鸟们在接下来的行程,将没有几旅达人,在旁的基石协助,一切都要自己独立面对。 由又顺发起的次日旅行挑战时竟性最酷的背包菜鸟。 第一季的南美偏移进入本生,从互互相识,一路到踏上旅程。 虽然目标都是六万五千元挑战马球比球鱼天空之境的梦想,但这趟梦想旅程的背后对每个人,对意都不见相同。 最酷的背包菜鸟,节目播出时间日每周三21点33分。 YouTube上架,HTTP,Martoro,Ednavis YouTube,每周三22点爱奇异台网站上架,HTTP,Martoro,Ednavis City。 吉旅制作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